我们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立家的部落 进来的人会很欢乐 那我们希望带给大家这样的气氛 就如老板娘所说 走进这间立家意大利餐厅 仿佛就像是走进台东北南族立家部落 在立家部落出身长大的张晓如 一位先生很爱做意大利菜 交上对部落的思念 所以在台北经营这一间 名为立家餐厅 一元自己梦想 希望有很多喜爱料理的 我们族人去参与 或者是说能够 真的会变成是一个自己的职业 那我们其实在这边餐厅 其实训练非常多的厨师了 我们这边用的也很多 是很多不同族的小朋友 担任我们的服务生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一个 最大的一个理想 未来这个力量可以更大 放眼望去 餐厅任何一处角落 都可以看到写着立家两个字 部落风完全呈现在餐厅里 虽然贩卖的是来自西方的意大利面 但是没有产生任何冲突 反而自成一格 就连餐厅员工都会有在自己家的感觉 自己本身就是很少回去 所以就来这边有感觉到这个 部落的感觉 经营立家餐厅是远一个梦 就这样在台北五年多的时间 不过12月30号就要熄灯 转战花莲接近部落 也更接近自己的梦想 30号的原因为什么不是31号 因为我们要回去过年纪 所以年纪就是回去这个动机 对我们来讲它是很强烈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能够先到花莲那边先稳定 然后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然后筹备时间去把它弄完整 然后真正回到立家 花莲这间餐厅就在三站系旁边 邻近三站部落 餐厅跟部落连结 员工跟厨师全部都是当地族人 行政主厨就是由立家主厨担任 父亲希望把所学功夫传授给族人 不会因为台北立家餐厅歇业 梦想跟着消失 两年后回到自己立家部落经营餐厅 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近三站转的董事由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